我真是一宿都没睡到觉 我就不知道怎么开你这口 在全方跟你结婚的时候 没把他跟葛婷接过婚 提过婚这件事告诉你 他这是欺骗 他不对 你们俩是我一手撮合成的 我当时要是知道这件事 刘成 我绝不会让你蒙在鼓里 十几年过去了 没想到人家又找上门了 老话说得好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了 主要是我 刘成 我这个做长辈的 我一时糊涂 我这样 我 我向你道个歉去 爸 我给你鞠个工 我道个歉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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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坐坐 爸 你千万别这样 我这受不住 我不怪你 他全方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爸 爸 当初您把全方嫁给我 您是对我的信任 我发自内心的感激 谁也不会想到 会有今天这样 是 小军的事我也知道了 这点我相信 全方他绝不会欺骗你 当然 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可以不相信 那 那咱就等 等鉴定结果出来 那是有科学依据的 你说呢 突然想起你二十多年前的样子 当年认识你的时候 你才二十出头 哎呀 做事认真 能吃苦 弄阳光 我喜欢你 所以把我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你 你进我们全家的时候 我这心里真是高兴 觉得自己 有了一个亲儿子一样 爸 这我都记得 当时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的亲人都不在身边 我拿您 也当我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看的 可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一家人在一起 做亲人做了十几年 就换不来全方他一句真话 全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 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过半句 现在突然冒出什么葛军来 你说我心里能受得了吗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全方他不跟你说 他是想围着这个家 家里人他真不知道 全方那时候是 头脑发热 犯了这么一个错误 但是跟你结婚以来 这十几年 是不是兢兢业业 对家对你 对小军 是不是一门心思 有成啊 你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你心胸宽阔 你就原谅他这回 全方做过的那些事 他压根就没给我原谅他的可能 你说你们俩要离婚了 这对孩子来说天就塌了一半了 是吧 在目前这个状态 对小军的生长是不利的 孩子将来会长大 他会理解的 爸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他就让我们离了吧 离了婚 对全方对我都好 他轻松 我也轻松 轻松什么呀 哪那么容易再组建一个家 全方年龄不小 你也年龄不小 那就别拉拉扯扯 再互相折腾吧 好聚好散吧 要成啊 有成 再考虑考虑 爸 我都考虑清楚了 你别怪我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喊您爸了 你每个人都不管了 我也不管了 你离吧 你不怕 有你个人 我下来 你就是不怕 谢谢观看